新竹县峨眉湖石头山风景区 每年是兴益上百万的游客 也入选台湾经典小镇 但主要的道路 逐81线部分路段窄小不到3米 加上弯道和陡坡纵成了车祸不断 县府就规划要将2.4公里长来拓宽到8米 促进观光 湖光水色阳光洒下充满绿意盎然 峨眉入选观光局台湾经典小镇 但主要环湖逐81线部分路段 宽小男汇车继续拓宽 每逢假日都是游客融入 常造成我们交通上的一个阻碍 尤其81线道它的路幅弯曲狭小 路宽最小只有2.5公尺 那汇车非常非常的困难 尤其是假日常常造成堵塞 大小事故不断 竹巴西线通往峨眉湖和十二寮修区 也衔接竹四溪一线到石头山 但2.2K到6.6K路幅狭小 最窄不到3米 加上连续法夹湾和陡坡 造成车祸不断 另外行经的石寮坑桥建造超过40年 桥款不足6米又限重 公路局补助750万 规划2.4公里长将拓宽到8米 进入规划中期修正阶段 跟交通部争取了一个可能 综合规划的一个经费 大概750万元 那我们已经在执行当中 那也在上个月在地方召开的说明会 然后提取大家的意见 那目前我们会大概有三个方案 就是针对局部的部分 不足5公尺的这部分进行拓宽 然后另外针对石寮坑大桥 因为它是一个老旧桥梁 那宽度也是不足 那它又有限重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要进行改建 预计明年7月完成规划 向中央争取工程费6.3亿 未来若能顺利拓宽 将能大大提升行车安全 也为额眉观光交通加分